字幕by bwd6 爪歪歪的 早安 好 哎呦 谢谢零零神推的带你去流浪 好 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哈喽 谢谢凌凌神推的带你去流浪 今天好漂亮 刚好而已 我今天没化妆 只擦了口红 跟遮瑕 就这样 我没有擦任何的粉底 这件衣服的性感 还好吧 就是比较成熟而已 跟 没擦 反正你 反正 习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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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凌凌神推的带你去流浪 今天唱歌吗 不知道 看情况 聊天而已吧 应该摩尼卡 应该摩尼卡完要上课 很累 我今天买了丝袜 冬天可以穿 想了一下好像可以 握手会也可以穿一下 握手会来跟丝袜穿搭如何 但还不错 我自己是觉得我穿丝袜还可以的 就是没有到很丑 但不知道有没有到好看 但就是没有到很丑 但也没有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好看 但就是没有很丑 好 我比较痒 过敏 冬天变冷了 加速是喜欢我留还是中分的 我已经超级久没有刘海 我觉得我刘海会消失 我觉得我六单会消失刘海 这个东西 没有刘海存在了 长大了 现在fri-fi的整治好不好 现在刘海变这样 湿湿 哎呦哎呦 长这样 能看吗 好像不太能 是fri-plus的守护许愿评 你可以跟艾琳联播 阿卡要来找我吗 313579刘海246810 嗯 要看有没有工作吧 如果那天有拍什么工作 就要捡回刘海 就是公示法 但下次的公示法应该是中分 不会是刘海 因为 想把它流长 变得比较有 有女明星的味道 不是比较 就是 中分感觉会比较有女明星的味道 有吗 就感觉女明星都中分啊 有吗 就感觉女明星都中分啊 什么 杨靖华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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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什麼這種這種那種 迪麗熱巴啊菊靜伊啊這種就是都中分 還沒拍喔 還沒拍什麼 就感覺都是中分 就比較有女明星的感覺 就女明星感覺就是都中分 BLACK PINK他們都中分 除了LISA以外都是中分 K-POP也都中分 K-POP的女團都中分 很少流流汗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日本就超多 日本AKB體系就很多人流流汗 呃TP也蠻多人流流汗 就是不知道問題點是出來了 就看起來比較有提示 就是可以這樣撥 就比較好玩 就是有事沒事就在那邊撥啊撥啊不來不去 那有流汗就不能撥 我昨天沒洗頭 太冷了沒有流汗就不洗 這口紅顏色是我第一選的 這是我朋友送的生日禮物 MAKE的口紅 我覺得它螢幕前的顏色是好看的 但是 但是它不知道現實是就是 親眼還是有點太直 我很香欸 我還是很香啊 我不知道什麼可能是我有查 褲髮 我不知道還是很香 就是香 就是香 沒流汗包毛尾也是好看的啊 就是 但是就是需要留一搓 這搓 這就是需要留一搓這搓 這樣 才會好看 不然都沒東西 就是這樣 這樣 就變成這樣 這種感覺 是好看的啊 就是 還是可 還是好看的 因為就是 跟著有流汗包毛尾的感覺 太遠了 這樣是不是還蠻好看的 還是我就 不放下來了 我覺得我臉的缺點是 我覺得我鼻子太塌了 就我覺得我鼻子可以再挺一點 就是 你懂嗎 就是 我覺得我的鼻子可以再挺一點 我每次有時候就是拉 因為你知道我過敏 然後就會洗鼻涕 然後鼻子感覺感覺會 越 越來越 寬的 越變的感覺 就是 沒有 我不知道 對啊 可能 我覺得我鼻子遺傳到我爸 就覺得可以挺一點 你知道嗎 我覺得遺傳到我爸跟我媽 我爸跟我媽 就覺得可以挺一點 我覺得 我唯一看不出來 我整身的地方就是 鼻子 因為我夢說我看起來好像整身 他說 一開始看很漂亮 但後來就會想說 是不是整形 對 如果鼻子是挺的話 我就是整形 但我鼻子沒有 所以就是看起來很自然 然後我就是 下巴也就是蠻自然 就不會有那種死尖死尖的感覺 就 就笑起來有尖的感覺 但不然就是 我的顏值是已傳到我爸還是我媽 我覺得 一半一半吧 我覺得 都蠻像 但比較多人說我像媽媽 年輕的時候 的樣子 就是 一整個是我媽媽媽的樣子 我爸爸應該是我的臉 眼睛嗎 我不知道 就我爸跟我媽的融合體這樣 我不知道我要收到 我也不知道我像誰 我像我自己 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 我跟我爸媽 一點都不像 感覺 不是他們生出來 沒有啦 沒有啦 好好笑喔 對啊 女人沾光欸 你女人沾光欸 這是當我爸爸太沾光了吧 沾點光 欸這樣這 還蠻好看的欸 就是 我來錄個音好了 自以為漂亮 在哪 今天就綁起來吧 好啊 可是好冷喔 不想綁 好冷喔 我最近 想要買 買那個 夾子 就是可以這樣夾起來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夾起來 就是那種夾起來 那種感覺 就很好看 沒有那種夾子 真的很好看 沒有那個夾子 真的很可惜 媽咪很多 可是媽咪那個 是不是 不是我喜歡的造型 我想要再去買一個新的那種夾子 要買 那一個才幾十塊而已 是好看的 是鐵的那種 對啊超保暖的欸 就 好看 我過命運 是鐵你的思念 是鐵你的思念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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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定是有人在偷偷的想我 等一下 偏冷 好啦 我想綁起來好了 不綁太可惜了 呦 呦 然後他就這樣 加個外套 其實這件很熱 你們知道嗎 這件其實超熱的 這件其實很熱 iPhone化解太讚了吧 對吧 我覺得沒有不好看啊 我覺得沒有不好看啊 就是 因為剛剛就是 因為剛剛加速說就是 剛剛加速說就是可能沒有很好看 但沒有啊 沒有不好看啊 沒有不好看啊 自己講 好 好 好 綁給你們看 不用騙 今天的福利到此為止 不會有再第二個福利 哎唷 女明星的造型 真的 都是中分 我叫 女明星都是中分 偶像才是 啊 女明星尖叫謝謝 啊 我真的好不要臉說自己是女明星喔 我好不要臉喔 女明星的造型 對女明星的造型 我好不喜歡 今天是生日喔 今天是生日喔 生日快樂 不是啊 女明星真的都這樣啊 包包頭就是這樣 中分包包頭 有 你一邊心機 對啊 提醒我自己帶衛生機 因為我一直沒帶衛生機去學校 然後一直跟同學接 同學覺得我很煩 沒有欸 還沒發 因為我覺得太醜了 不好看 我覺得很醜欸 超醜的 不好看 對 但是我一直忘記把 我一直忘記把衛生紙帶去學校 很煩欸 現在真的是比較成熟的好看耶 跟以前的好看又有點不一樣 以前的好看是可愛吧 現在就是有點帶點就是那種 不算是性感 就算那種 小的 小女人味嗎 就是比較有一點點的女人味 不像以前這麼女孩 對 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舞蹈側頭在討論這個 因為我們班男生有人 我們班男生他是蘿莉控 然後他不知道要講蘿莉控 他說他喜歡蘿莉 然後我們老師聽到就說 蛤 你有病嗎 變態嗎 你喜歡蘿莉 他說蘿莉是十歲的小女孩 但是蘿莉控是喜歡蘿莉風格的女生 他說他是喜歡蘿莉風格的女生 但他說他是喜歡蘿莉 所以老師就誤會他是喜歡小女孩 十歲小女孩 我班有這樣的男生我也蠻困擾的 然後我就問老師 老師我中間 就是我沒有很蘿莉 但也沒有很成熟 就這個中間的點 他有追我嗎 不知道 他感覺好像喜歡吧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 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很好笑 而且有些同學在看我直播 不方便透露太多 太好笑了 就我們 就我學姊也有 是我們粉絲的 就 好尷尬喔 還買我們生血 然後還把 不小心放一十五包還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是00 他就跟朋友說 那個00那個00 學姊 超尷尬 下一眼 學姊可以綁我 因為你不像蘿莉 蘿莉就是要綁雙馬尾 欸我已經 很久沒有買 綁雙馬尾 我已經 不再綁雙馬尾了 我綁雙馬尾真的不太好看 就是一直到這樣 其實沒有很適合雙馬尾 我會綁雙馬尾是16 17歲的年紀 十六十六歲的時候 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對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沒在綁雙馬尾 你的聲音怎麼變得這麼柔 這麼柔 我也不知道欸 今天在上發聲課 我今天上了真正兩節發聲課 然後說我的聲音很好 但是我沒有練習怎麼發聲 就號號就這樣發聲這樣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欸 今天聲音變這麼柔 我不知道欸 太累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點燒心啊 過敏吧 其實也還好欸 還好吧 還好吧 有嗎 我聽不出來 我聽不出來 大陸這邊也有同學發現你是偶像 大陸這邊 大陸這邊 我沒有大陸的Frien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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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上個廁所 你們等我一下 我去上個廁所 好好笑 去上個廁所 好好笑 我去上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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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去上個廁所 我去上個廁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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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你确诊康复有后遗症吗 有 但是还好 珍奶对对 我很久没喝珍奶了 很久没喝珍奶了 我22号去考音听 然后有练习尬到 因为我没有暂停 然后不是就是 奇惠不是就是最近 就是那时候生病然后在修养 然后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也需要修养 因为我最近就有点操劳 我说我觉得我也蛮需要修养的 那是 他说 那赶快修啊这样 我说 可是 还来得及吗 就是这样还来得及吗 我说 我不是 我说我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我在虐待 我觉得我好像在虐待我自己 我说这样其实也没有不好 就是可以代表你很强 然后可以两个都有收获这样 但是两个都有收获之前 你必须要两个都付出 而不是只顾一遍 就是你可以两遍都顾啊 但是你一遍顾得非常好 但是另外一遍 普普 算是不及格 那你另外一遍等于空了 就像我之前那样 我之前在采捷他们那一届学策的时候 我不是也没有暂停吗 那一次我把TP顾得非常好 就是还去代位啊什么的嘛 然后也有经营什么 经营就是长好什么的 但是 但是我 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被顾取消 就是就放一边这样 就等于说有点摆烂 但是这样不太好 所以我就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我就是我 我到了那个新的环境 我很喜欢那个环境 所以我不会去拒绝说 在那边努力 也没有说那边就是 很多演出机会 所以我很喜欢 也没有 我不知道是心态改变吗 还是怎样 就觉得说好像 那边那边的环境比较适合我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因为我变 我觉得可能都用 但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 环境 因为环境真的差蛮多的 什么校规啊之类的 女星不要把身体搞爆了 应该是不会 女星 对 女星 女星 没有办法 你们知道我就看了周明轩的一个影片 他说 他一直都有在关注Vogue 杂志的 YouTube 或是 动态 就是有follow Vogue杂志 杂志这样 然后 可是 Vogue台湾 Vogue什么什么 都没有发他拍 YouTube 影片 或是发他任何的 的 的工作这样 但他一直都有在follow 他说Vogue 他说Vogue不找我 我就是Vogue 就是他说 你觉得你是Vogue 就是Vogue 那他这样觉得 让我有一个期盼 就是 不一定要别人认为你是怎样 你才会是怎样 你觉得你是怎样 你自己就是那样 那 没有 没有人说我是女明星 没有人说我是 很红的 艺人 但是我认为 我这样认为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 我 我觉得 我觉得 我 的目标 是成为 如果说要说的话 那我的目标是成为女明星 女明星的话 那我不就是要 我不就是 好不要脸哦 我不就是要 往那个方向吗 然后 给自己一点的自信 因为那时候 我在上设计课的时候 然后 我就在做我衣服 我就一直怀疑 我自己是不是做不好 因为我觉得别人都好像很厉害 然后很会 用布料啊 什么剪裁啊 利材啊 然后 缝纫啊什么都 比我还要厉害 什么对布料的掌控啊 颜色啊 美学什么都比我好 我觉得我自己在搞笑 我觉得我自己在乱做 我觉得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我在做糖果 我在做蝴蝶结 我在做花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做这些 到底跟我主题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在乱做 我找不到一个点 然后 然后我 我就是 想了想 老师跟我 那时候老师是跟我说 你要只有自信啊 你是偶像耶 因为 我是偶像吗 我偶像很有自信 偶像很有自信 这样子 好 自信很重要 但是做对事情也很重要 我有做对吗 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反正 反正 我发了那个 我就是有陪我看 我还没做完的 的服装 他们说 有些人说 有些人觉得可能普普 但 有人觉得好看啊 就代表还是有人欣赏 你作品的 的 这样子 夏季风亮的 缘分相遇 今天怎么好像心情比较好 眼睛眼神神发亮 我不知道可能 昨天睡比较薄 昨天睡比较薄 昨天睡一整天 我昨天从放学就开始睡 睡睡睡睡 要明天早上 我没洗澡就睡觉 真的太累了 没关系 冬天不会流汗 听起来好像很脏 大家以后 不要叫我小偶像 要叫我女明星 我今天比较会有自信 叫女星就是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 我的目标是女星 所以 大家 给我点自信 然后叫我女明星 好飘脸哦 好好笑哦 怎么会有人这样啊 女明星 女明星 对 女明星 哎呦 大 大 女明星 女明星 但不在下雨 要错错你 女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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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 超级 超级女星 你觉得你是女明星 就是女明星 就是偶像跟女明星选的话 我会觉得是 就比较 比较想要当女明星 而且 女明星跟偶像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啦 就是 你懂吗 有差别 就还是有差别 懂吗 其实我不知道差别 就是女明星听起来 让我比较开心 哈哈哈哈 就是 偶像感觉是 会唱歌跳舞的 然后 然后 会有 会有什么 很多 签名会啊 会有很多 合照会啊 会有很多 跟粉丝之间的互动 那女明星感觉是那种 会参加什么 是不一样 没错 多一个 蜕变 转变 当中 没有 哎呦 人听我讲 女明星的工作感觉是 比较会 接什么 就是 品牌代言啊 或是 帮品牌站台 或是那种 是那种 跟 品牌感觉比较有相关的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严亚伦算是从偶像变成男明星 嗯 我觉得 然后那种 那种 郭雪芙也是从偶像变成女明星 因为 郭雪芙自然是 Dream Girls 然后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男飞之后 就变成女明星 我也觉得 我觉得 这样讲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卡在一个点 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卡在一个点 就是 因为 因为之前是 嗯 因为之前是 施亚在带我们 Daisy嘛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是我高二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高二的时候 就是 在一个很 不稳定的阶段 没有 你们听我讲 就是 我高二在一个很不稳定的阶段 那时候才十六十七岁 就是一个 很 叛逆的阶段 然后 在那个很叛逆的阶段 幸好那时候有 Daisy 不然如果那时候没有Daisy的话 我 我可能 那时候 可能会 会 有点 走偏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就是 十六十七岁 是在青少年的尾巴 是他说十六十七岁吗 要十八岁 十六十一岁 是青少年尾巴 是最容易有情绪化 或是 情绪最负面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让我们写一个 游戏嘛 写 写情绪 开心 难过 愤怒 忧伤 这种 然后我们就写写写写 然后老师说 好的 正向的圈蓝笔 负向圈红笔 然后 负向比较多的人举手 然后一半全部都人举手 我也是负向比正向多 他说 就是在青少年尾巴 通常 负面情绪比较多 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浮躁 就是 别人讲了我任何都不要停 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决定的 然后以为自己可以负起责任 但 但其实好像也没有办法 就根本 没有一个底气 但是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就是厉害 然后 没错我现在就想这样子 我现在就是 不想 不想要怎样 我现在就是要 不想 不想上学 我现在就是不想 不想起床 或者我现在就是不想这样 那时候是比较处于一个叛逆的阶段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样 但是 感觉 好像是年纪的关系 就是 成长阶段 嗯 我那时候讲 然后 那时候就有修 修 要转学 我就修 就修到 六月左右的时候 快半年的时间 那时候也没有在想什么 就是 突然 时间就 就是 时间 会改变一切 就是这样 然后 就突然 就突然好像 就突然好像什么 领悟了什么样 就变得超乖的 也不是说乖 就是 知道自己的 本分是什么的 对 笑死 我满镜应该可以逼身都会学话 也 还好 也没有很痛 就觉得 蛮值得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 没有那个 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奇迹的话 我觉得 我也不会有纖略 所以 我觉得 蛮好的 至少 至少不是像我弟一样 我弟那个才悲惨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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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怎么的 我觉得我再怎么的 就是 不好 我都 我 我都 都是 不要 不要没钱 就是我那时候是 很常 买衣服 就是 我那时候就想买什么衣服 我就 我就花我自己的钱吧 我现在想吃一篮 我就吃一篮 我现在想吃新衣去逛街 我就是会 去新衣去逛街的 但是 我那时候 就是这样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钱从哪来的 我那时候就是花钱如流水的一个人 现在现在好像也没有到很节省 但是比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然后 我货到了 我就去领 然后 然后每天放学 然后 然后拿着超多鞋子衣服 要回家 我那时候是网购的 这个巅峰时期 还是我的底气 就是那时候 就是我过得很开心 很爽 但是又觉得自己好像很累 但不知道在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才叫累 但我累得很开心 我那时候是 过得很爽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累 所以我很不开心 但是我现在是真的很累 但我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 努力做事情 在这样 我现在还是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因为我现在不是就冬天吗 我现在就开始逛 什么秋季 秋季新品 我不知道耶 那时候好像是唇 有唇吗 还是这样 我那时候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在干嘛 我那时候在干嘛 我忘记 我那时候在干嘛 我真的忘记了 我那时候就是在吃一篮 就是 真的就是一个礼拜 想吃 一个月 要吃到 两三次 就是 我现在 没有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次 巅峰时期 那时候就是 觉得一篮好吃 那现在就吃腻了吗 也不是 就是没有那种想吃的感觉 很正常 虚眼还是有在 默默的关注我的 OK的 而且我觉得 就算Daisy就是 就是分散之后 我觉得 有 就是那个时期已经过了 就是他们 Daisy已经陪 Daisy陪我走过 Daisy陪我走过 那段 16 17岁的年少 轻狂时期 我觉得 会回忆起来 蛮 蛮 感慨的 我觉得 就是会很感慨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说 好像下毕业之后 然后组了一个新组合 那新组合也没有 说不好 或怎样 就是 觉得好像可以认识到 更多 TPR的成员 这样 然后 有没有这样 就是 一加吧 我觉得 一加我蛮喜欢他的 刚刚讲很棒 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了 我就是 灵之一动 蹦出来什么 就蹦出来什么 真的是冬天真的很烦 环体真的很痛苦 我跟你们分享 就是 我不是 我不是读的是表演吗 然后 然后表演 有分两种 一种是表演艺术 一种是演艺 然后 一种是表演艺术科 一个是演艺科 虽然我其实 没有说 很确定说 他们这两个科系的差别 在哪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样的东西 但 有人说不一样 我就想 哪里不一样了 不就都是表演吗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了解说 到底在哪里不一样 但是 好像 就是 表演艺术科 是有差的 但是不知道 差在哪 就是表演艺术好像是真的在教你 就是 就是 呃 舞台 舞台上的东西 但是 演艺科 好像是真的是 在 教 教演艺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到底才在哪里 演艺跟表艺 因为 其实我算起来 我是读了 大学 像大学一样 整整四年的 的 表演艺术 诶 诶 是艺术群的 所以等于说 我是学艺术 长大的小孩 但是我学的艺术不是 我学艺术是表演 类型的艺术 比较少见 因为一般人想到艺术 通常都是想到 美术 很少会联想到表演艺术 对 然后 我大学应该也会走艺术相关 但是 不会再是表演艺术 因为我已经读了四年的表演艺术 我不想再读了 第八年的表演艺术 我觉得会超级痛苦 没有 表艺感觉 不是比较靠近艺术 但是 演艺感觉是 会比较像是 走 网红明星 可是 我觉得是学校的不同 因为 我之前那所学校 是比较走网红明星 但是 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班导是舞蹈 舞蹈 舞蹈班出身的 他会教我们现代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 国标 就感觉好像在教 比较有些传统的舞蹈 然后 戏剧也是在教最基本的发声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 学的东西好像有差 因为我有转学 然后有休学一阵子 其实差不多 但是 差在 有没有现代跟 国标 之前学校 之前学校一直接舞 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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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有 这所学校比较有 传统的 那种舞蹈 那种舞蹈 先大学学系 阐 成 修 大学 学系 阐 成 我是反正 我是 大学 一样会念 艺术 但是 艺术群的不同 类别 应该是设计吧 设计有出入吗 设计有出入吗 我听到声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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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 TP大學很難考 什麼叫TP大學很難考 TP又不是大學 口紅 朋友送的生日禮物 心很少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要念 念大 念那個 設計的時候就有個老師聊過 老師就說 是可以賺錢 但是薪水很少 看你怎麼想 如果你覺得是興趣的話 你覺得薪水少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說要養活自己 的話就是 有點辛苦 以現實層面來講 不知道耶我覺得 薪水比較重要嗎 還是等我如果生正式的話 如果我生正式的話 如果我生正式的話 我就 我就會 考慮 繼續帶TP 如果沒有的話就送 但至少可以養我自己啊 至少可以養我 不要那麼辛苦 一點點 欸是有擦那個底線 真的有擦啦 對啊設計真的蠻辛苦 怎麼辦 但沒飯吃啊 還要我靠臉吃飯 當平面模特兒剪柴 真的有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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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說真的有差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不然九個 欸其實真的說真的也沒有這麼少耶 是他 是說出話本人他打到這些 所以他才會覺得少 但是其實 要看個人 我是覺得 沒有到這麼少啦 這話是照差不多也蠻虧的 我是覺得沒有這麼少 幫公司講一下話 就是 少是鬼少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總筆沒有好嗎 總筆沒有好嗎 就是總筆沒有好 換個話題嗎 你們不想聊是不是 但是設計生學生過程又少些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好累的感覺喔 感覺真的很累耶 可是我還是 對服裝設計很有興趣 我怕我三分鐘熱度 但我目前來講 我是非常有興趣的 因為 有點像是 發現新大陸嗎 原價勞工 你說你嗎 就是 有點 發現新大陸的感覺 畢竟 是之前 沒碰到的事情 都我從出生到現在 就是一直跳舞 跳舞 欸 拜託 我 不是跳芭蕾 跳古典出生 就是我不是科班出生的 然後 我跳 我跳我自己喜歡的舞 然後 沒有老師教 也沒有去任何舞蹈地方 上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課 我 練成 到我現在這樣 真的是 花很多時間 我花了幾年了 三四年有了 快五年 四五年有了 對啊 台灣 那個 所以我想說 如果 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就會想要 出國留學 但是 但是目前 出國留學 就跟乙真那樣的方向 但是 目前 出國留學 對我來說 不太可能 三級生來了 零零千 前輩不要交換下班 我沒有交換他們 我交換他們什麼了 我並沒有交換他們 他們蠻乖的啊 真的 幹嘛啊 大家都強了當設計師嗎 我有一個朋友 要看你去什麼國家 義大利算是最便宜的 樂 喔 銀果超貴 銀果超貴 我知道 銀果真的超貴 銀果超貴 銀果超貴 明年三月的來 這個可以 不知道 喔 那你家很有錢耶 羨慕 可以給你這樣的資源 很好 對啊 我在想我大學 如果真的 我真的有考到大學的話 我真的要 學代 那可能是他沒有天分 不然就是他不夠厲害 因為我相信你夠厲害 夠有才華 一定會有名言人賞識你的 除非你要有關係 除非你要有關係 就像我們今天數學老師說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學校美容科是 最強的科系嘛 就是我們 我們學校美容科很強 然後 老師又舉美容科說 美容科算是 少數 不用念大學 就很容易找到工作的科系 高職 以高職來講 因為會領執照嘛 然後你可以去當美容誤問啊 然後 造型 化妝師啊 或是 助理這種 就是造型助理這種 或是 考到執照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應該是考照的 的 科系 但表演藝術沒有 表演藝術不需要考 本科的證照 我們反而還需要去考 美容 並檢的證照 因為怕我們找不到工作 所以美容算是一個 很 穩定 跟護理師很像的一個 再高職的科系這樣 除了美容科 除了美容科 護理什麼科之外 之外 之外喔 就 表演藝術來講話 或是 你如果是要 往目前 或是 尤其是目前 或是 你如果是要往 一個 影視類型 或是 餐飲可能還好 餐飲也要看你自己認不認真 或是 我覺得 也一個 影視類型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如果你大學沒有 大學沒讀的話 那你非常需要 社會自由 或是關係 人脈 我覺得很重要 人脈其實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 沒有 沒有念大學出社會 人脈真的重要 除非你家裡開的 除非你爸媽 就是舞蹈老師 然後 你家裡 跟 舞蹈教室 關係好 你直接 高 高職畢業之後 就直接可以去兼職當老師 賺薪水的話 那 那你 沒差 反正 有讀大學沒差 反正你就是在你家裡開的舞蹈教室這樣 如果你家裡有錢的話 不然就是 如果家裡有錢 你就直接出國 就是 對啊 如果你 你家裡有錢 然後 考不好 一所台灣大學 你就是 作品集做一做 然後 英文 英建 雅思 隨便 託福多義 隨便 就考一考 然後英文把英文讀好 考一考 然後做完作品集就可以出國了 申請下 就可以出國了 那進修啊 什麼的 然後你就隨便找個 隨便當面找個動作 你就是 家裡有錢 就可以做 洗學歷洗學歷 洗學歷 嗯 你們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那個Coco Chanel的故事 就是 家伯利香奈兒 就是 就是Chanel的唱 呃 創立 就是唱立者 他這個名字叫做Coco 他本名是 家伯利香奈兒 然後他的故事就是 他出生在一個 貧窮的 呃 修道 就是貧窮的家庭 然後 爸媽 不要他 然後就把他丟到 給他妹妹丟到什麼 修道院裡 他是在修道院裡長大 然後18歲出去之後 他要去 他是一個 他是從做帽子開始 做的 然後就是很有才華 然後 然後就是人脈 很會交朋友啊 然後人脈很廣啊 然後就 那 當時那個年代 然後 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家 然後開放的時期 然後就是 去各個social場合 然後認識很多人脈啊 什麼的 然後他那些朋友 人脈就可以幫他 幫他建立他想要的事業 投資什麼的 然後他建立了一個他的 他的店 然後他從他的店裡 然後賣他自己設計的 帽子 然後在當地非常有名 就是 他是靠著什麼 他是靠著他的才華 跟他的社交手腕 就是 就是 都要有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你就是 自然會有人脈 但如果 你 有人脈但沒才華的話 那還 那也行 但是 但是就是 會少了點什麼 就是你反正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都要有一點 對 雅思很難好不好 我朋友就是考雅思啊 但不知道他考的如何 他也沒有講 那他讀了加拿大的藝術學校 很厲害 他現在在 在加拿大 啊 他家 他們移民去加拿大 欸 移民到加拿大 需要 需要 就是超多錢 他們家超多錢 移民到加拿大 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 想像一下 就算你移民到英國 是一樣的概念 比較簡單 是嗎 是嗎 呃 移民吧 移民就可以比較簡單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要再念同科系了 就如果真的 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 那至少也要念個什麼 真銀管理之類的吧 嗯 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最想要 我最想要去的國家應該就是 就是義大利 統計為積分那些 念高職會不會很難啊 嗯 要看你學的是什麼吧 如果是時尚智營管理的話 他教的應該是 要偏向 時尚產業類的 智營管理 不是 企業管理 我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 還是要學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數學很爛 我真的 真的 真的爛欸 真的爛的那種欸 真的爛欸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有同學猜數學 猜到零分 他怎麼猜也猜不到零 我還沒有猜數學猜到零分過欸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嗎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大家 在問 都不會問幾分 都說你猜對幾題 欸你猜對幾題 這樣 我說 欸我今天是考超高的欸 我說幾分 25欸 我猜到25分欸 欸我猜到40分 欸知道猜到40分很厲害嗎 真的很厲害欸 猜到40分超厲害 猜到8分正常 猜到40分真的厲害 我最剛才猜到35分而已吧 猜到40分真的厲害 猜到0分 他好像是寫ABABAB 然後全錯 然後0分 都很扯 真的超扯 我真的是傻眼 我嚇到了 猜到0分我只是傻眼 我真的 我真的是傻眼 我明天 我明天要 就是同 同測莫妮卡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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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要爆掉了 欸 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們國標課 然後 我國標超扯的 就是 我們同學大家都不會跳 因為 老師教太快了 然後我們根本沒有學起來 然後就要馬上考試了 就是 就跳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那個拍子動作 我是第一次接觸 我根本沒有記得 那其他同學沒有記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反正是 考試的時候大家都跳得很懶 然後還有人跳不到一半 自動放棄 然後要嘛就是 很緊張 然後就在那邊不動 然後老師覺得我們態度太差了 然後老師就罵我們 因為我轉學生嘛 然後就說 但我看到婉鈴剛剛跳的嘛 你知道我怎麼跳的嗎 我沒有一個動作是跳對的 我也沒有一個動作是 是對在拍子上的 我就是 我就是跳 就因為在跳 因為在放我就跳 我就跳國標舞 我就跳國標舞 但我跳的國標舞是 老師完全沒有 就是完全沒有對愛 就是完全沒有對愛老師 就是完全沒有對愛老師 原本的拍子上 也不是跳老師指定的動作 我就是跳國標 然後老師就看了 然後就 OK 也沒說什麼 然後大考 然後就開始罵人 大考完然後都在開始罵人 然後說 你們剛剛有看到婉鈴跳嗎 婉鈴她沒有一個動作是跳對 但是她至少 稱完了一首歌 以表演來講是可以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沒有在稱讚你 因為你還是沒有把舞蹈記得這樣 我就被點名了 她說 婉鈴才轉學不到 才一個月吧 她都比你們敢跳 什麼的 但其實我要說的是 敢不敢跳就是個人 個人本身問題 再加上 舞之前有學過舞 但是其實不是國標 所以要敢跳 但並不是因為我跳比較好 對 對至少跳 然後老師說我們不夠叛逆 就是她說的叛逆 不是只說要頂撞老師 或是 做一些 換選順做的事情 她的叛逆是要有想法 然後要 要有想法的 因為她說學藝術的孩子 就是需要有想法 然後活潑 但是老師說 這前提之 就在這些叛逆啊 有想法前提 是要把基本功練好 就可能你現在是在學畫畫 然後你 是畫 好你在畫畫 你知道 你是不是要先把素描的基礎練完 然後把水彩的 水彩基礎練完 把油畫基礎練完 你全部的基礎練完 你才能把自己的想法 跟色彩 影響用的色彩 所有的你的創意 加進去 啊你不會畫 你把你所有的創意想法加進去 你就別人覺得說你在畫什麼 但是你要有基本功吧 就是那些 我相信那些 什麼 飯谷啊 畢卡 他們都一定是有相當的 繪畫的基礎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 才華 他們的想法 所以才能畫出這麼好一部畫 我不相信他們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畫畫基礎 繪畫基礎 然後畫得這麼好 懂嗎 就是 我撐完來首歌 啊 想到明天魔靠 嗯 我們學校是 我們學校是會讀書的高職欸 因為高職 對大家對高職的印象是 可能成績並不是很好 但是 宿課 還行 然後不愛讀書的小孩 但 我們學校是會讀書的高職欸 我壓力超大的 我們 而且我們高的有到九十一百 然後爛的就是十分 啊 那差距有點大 我們 我們學校有煩心 有人煩心上清大欸 拜託高職 煩心上清大 是一件多厲害的事情 他 他煩心上清大 代表他打趴很多高中生 我爆炸了 壓力十人成長 謝謝 你是說 士林高昌嗎 喔不是 反正 綁單 我們學校是 我們就是 呃 升學 高職升學綠文 我覺得我們學校算是不錯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老師還是學生的問題 但是 我覺得 我很喜歡 我現在自鎖學校的一些地方 但不知道之後怎麼想 但目前蠻喜歡的 但 但 高工嗎 但高工吧 還剩第一拍一下 沒有基本的工友想法可以走北一大美術系 對啊 我現在還在學素描基礎 我現在真的還在學素描基礎 然後老師說我有進步 然後說我有進步 他說我畫的有進步 只要我不要下手太重的話就好 就是老師說我很容易下手太重 但如果我沒有下手太重的話 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現在夢想要掌聲鼓勵 但是我覺得我學素描基礎 基礎我覺得對我的幫助是 還沒學那麼厲害 就是怎麼說對我的幫助是 就是 那些因為我們學校 然後我學的是比較 學院派嗎 我這樣講錯嗎 也不是學院派 就是 老師教的是真的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因為是台大親愛老師 所以他是從最 就是很標準的 美術班的 美術班開始的最基礎 最基礎開始教這樣 這很難啊 喔是寫實派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寫實派 對 就是他們可能是在畫的是 卡通人物 或是 Q版 然後我畫的是 水果 然後水果拼盤 然後 不鏽鋼 木質的 材質的素描 就是 不同材質的素描 就是 我覺得好像比較 寫實派 對對對 謝莫婷的掌聲鼓勵 裸男嗎 要等到 要等到真的是 如果 我又沒有要讀 美術系 搞不好還讀美術系 我又沒有要讀美術系 所以 就不用畫到 人體素描 而且 人體 正統畫法 對對對對對對對 正統畫法 我應該是不會 我應該是不會 念到 需要畫大體 的 美術系 因為是台藝大 我不可能上台藝大名 我不可能 所以不會被我碰到 可是 對 來 沒事啊 習慣就好 我看我 因為我是跟一群美術班 在上課 我真的是 看他們在那邊畫 我覺得 他們畫這麼好 是因為 他們已經 習慣了 真的啊 他們已經習慣了 就是 就跟你 就跟你 跳舞一樣 就是他們已經習慣 就是他們從小 就是學這個長大的 所以他們 畫再好 他們也就是習慣了 這樣 就是我覺得他們畫得很好 但在他們眼裡 可能覺得 喔這就是他們的日常 這樣 就大家可能 我們可能跳舞很厲害 但其實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還有人問我說 就還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不 直接高職就去讀 時尚造型課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我 我國中的時候有去參加 就是 時尚造型課的 記憶版 我那時候 就是覺得不喜歡 是因為要綁頭髮 我不太喜歡綁頭髮欸 就是 我不太會綁頭髮 因為 我覺得他們 一搓一搓的很難綁 所以綁馬尾跟 雙馬尾跟 包包頭 對 但是你要考設計科 需要 會畫畫 我不會畫畫 我剛剛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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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忘記我剛剛講到哪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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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我剛剛講到那個 我花錢請 造型師棒 我剛剛講到哪裡 喔 造 時尚造型 我不知道欸 就是 時尚造型好像也會做衣服 然後走秀什麼的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 我就是選了表演藝術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 我就選了表演藝術 說後悔嗎 也不完全後悔 但是說沒有後悔 但也沒有不後悔 就是 有學到東西 就你一定有學到東西 有 當然有 學到很多 但是後悔嗎 後悔的是很累 但是也不是說 你就學每個東西都會累啊 你就會學傷造型也會累 但是說累的是心理 身體 身體也會累 因為要做體能 你們知道 舞蹈班拉筋 體能都是一定要 就是你舞蹈系 舞蹈科 就是要做這些 而且那真的超級累 你們知道嗎 真的超級累 你們想像 一早就要 做體能啊 就跟你們當兵很像 啊 然後一個一個 像我這樣身形瘦小的女生 然後需要做 就是每天每個禮拜喔 每天每個禮拜喔 需要做像Rumor他們培訓那樣的 的體能 他們可能是因為 他們可能是因為 他們是因為要跳Rumor 然後被選到 所以才要練 那我們是日常 我們每天都要做體能 呃 開合跳 然後 然後 就是各種你們當兵會做的體能 我們都要做Rum 然後 撐地板啊 然後核心 然後 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 對 嗯 拉筋 壓腳背 超痛 超痛 真的超痛 真的超痛 現在連醫生都會再帶你去了 超痛苦的 而且 表演藝術類的是 真的是 體能 拉筋 還有 還有什麼啊 不知道耶 因為好像有老師說過 表演藝術科就是男生當畜生 然後女生當男生 就女生當男生 男生當畜生 我不知道啦 但是 好像就是這樣 超來的 我沒有想到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進去了 就變 就這樣 我後悔 我超後悔 但有學到東西 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 我很 所以我很緊 就是 我很緊 所以就是 就是 覺得 不會很累啊 但其實 超累 如果我沒有讀表演藝術的話 我會是個超級公主病的人 就也因為我讀了表演藝術 所以我沒有那麼公主病 然後高中的戲劇是念 莎士比亞 真的 欸如果你有公主病的女生去讀表演藝術科的話 你會很痛苦 會很痛苦 真的會很痛苦 因為你要面對 你要面對 你要面對同儕壓力 因為 因為通常讀 讀表演藝術的 的 學生都蠻 都蠻 然後什麼 都蠻按展現自己 然後 就是都 比較 我這樣常會得罪人 就是 有些會比較就是 以自我為重心 就是 我就是想要有舞台 然後 我現在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現在就是把 我現在就是把 喇叭的音樂放超級大聲 我就是要在這邊練舞 然後其他人可能很累啊 像睡覺 你就會覺得 那個人 那個人真的好吵喔 然後你可能很討厭他 但是老師很喜歡他 因為他很努力在練舞 但你就是可能想要一個安靜的地方讀書嘛 看書 你可能比較文靜 但你選的表演藝術科 你可能就會很痛苦 真的超痛苦 你真的想到那個 他們都會帶那種藍牙喇叭 他們 你都要練舞嘛 都會在那種 你們有看過那種 中正經驗堂嗎 然後 中正經驗堂啊 然後 什麼什麼 什麼就是 練舞的 雙臉練舞的地方 他們不是都會把喇叭放超大聲 就是那種感覺 你要在那種地方看書 你都會超痛苦的 一個文靜的人 以一個文靜的人來講話 超痛苦 我就是痛苦過來的 但我這樣子不代表我不會跳舞 我只是比較沒有像他們那麼 那麼好動這樣 那麼一直動來動去 我就是 我可以坐著 很安靜 但你要我跳的時候 我也會跳 就是 能靜能動嗎 講好聽一點好像是這樣 就是能靜能動 但是有些 只會動 不會靜 他就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他 他好躁 一直動來動去 然後你一跳 我就覺得很煩 那我覺得比較 嗯 靜能動嗎 就是 皆宜皆宜 動靜皆宜 很靜能動 很靜能動 很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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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 能 呃 其他都是 就讀 讀 中間 對 你是選 就是要是 看你是選 什麼學校的 就如果你 學那種 網紅很多的那種高質表義課呢 那些 地方漂亮的女生就很多 然後如果你是選那種 就是漂亮女生一群漂亮的人 但是你不跟他們一群的話 你就會被別人覺得當過 就是可能這群女生很漂亮 然後你很漂亮 你就自己一個人的話 你就會變得很像被排擠 我就是 我沒有說自己這樣 反正就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很溫暖 因為我就不喜歡那麼多人 但是表演很講求團體群體 但我就是喜歡一個人 很矛盾耶 就是需要團體生活 我排擠其他我沒有 而且那時候我還要鋼籤TP不久 因為被別人覺得說很高傲 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尤其是牽絕藝人 但就覺得很高 喔這隻腿真的好酸喔 Oh my god 但是當我弟在 在表演一顆大概很開心 他男生吧 男生比較 學校 就是可以 跟大家都很好 學校本身就是小型社會啊 小型社會嘛 不像 不像耶 大家都這樣講 但我覺得不像耶 因為 不可能像啊 不可能像啊 不會像啊 不可能像 真的不可能像 我覺得 我覺得公司跟學校差超多的耶 我覺得差很多耶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不要再說很像 但就不是啊 就是差很多耶 你要說學校是的話 可能是訓練你團體生活 但不會 不會是 是小型社會 小型社會 更 更現實 就是 可能 你在學校 老實會罵你 因為 他 因為他希望你好 他會罵你 但如果你出社會 你 去了一間公司上班 你不好 老闆不會罵你 他直接把你開除耶 他不會給你機會耶 但在學校 老實會給你一次 兩次 三次 甚至四五次的機會 那學 那你 去公司不會耶 嗯 真的 可能一小團體生活 因為團體生活是 你就是 不能 你不能 自己一個人 就是 你 必須要遵守 那個學校的規則 那學校規定就這樣 你就只能這樣 然後你大這樣 你就只能這樣 你不能大這樣 你這樣 你又不是 又不是 一對一教學 然後那些同學 他不爽 你就會直接 可能會 可能會 怼你啊 什麼的 但是 如果 現實 在現實社會 有些是 比學校的同學 更殘酷 會更假 會更假猩猩 會更 心機一點 會更極端一點 嗯 真的 但是 我有 我有遇到 國小同學很成熟 然後跟你 談什麼 就是 國小同學很成熟的也有 就是 會問你啊 一些什麼 爸媽工作啊 什麼 我爸是誰誰誰 主任朋友啊 我爸是讀哪裡的啊 跟老師說 我爸是讀那副新美工 這種 我 我 那時候 有 回想起來 有嚇到 就什麼 國小生 就這麼成熟 聊這些 真受愛國小生 是 家庭環境 有差 是 Olivia的紅玫瑰 好奇怪哦 我現在好奇怪哦 明天要上課 考試 放學 要上課 我真的超愛虐待自己的 欸 這很Q耶 我真的超愛虐待自己的耶 欸 你知道嗎 我現在才發現 戲曲學院也是五點半要起來耶 他們五點半起來就開始發生練功了 五點半耶 超早的 五點半是怎樣的時間 五點半 我現在五點半起來 我跟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的學生一樣 時間起床耶 五點半是怎樣的概念 五點半就算了 五點半耶 五點半是怎樣的概念 我沒有辦法想像 台灣國立戲曲學院的 的學生是怎麼熬過來的 是 如果是一個 有公主病的女生的話 她絕對讀不了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她會賴床 像我一開始那樣 哦 真的 會 賴床 這那叫什麼 不 不干戀 很不干戀 就是 沒有辦法 真的啊 五點半耶 超早的 五點半起床 你要六點半出門 你才不會遲到 你六點四十出門 完了 遲到了 你要出門前 再看一下現在幾點 如果 如果 現在出門 如果現在出門 是 六點 四十五的話 完蛋 可以慢慢來 因為你遲到 如果是六點二十 六十五 三 二十五分三十分 哦可以 快點 不會遲到 超好笑的 好 訓練版 我去拿一下我的手機 有點累 呦 好麻煩哦 好笑 沒電了 要充電 等下充完一下 哎呦 怎麼辦 我現在已經決定 我要用統測成績 不用學測成績 還是其實搞不好 我學測成績 會考比統測好 之前有一種蠟燭 好幾頭燒的疲倦蛋 今天雖然爆炸 但 但講話很有料 之前有一種蠟燭 對啊 什麼 今天雖然爆炸 還是蛋也講話 我就是很爆炸 我 我最近 練了超多首歌 我就說 瘋狂爆炸的是我的腦袋 因為 我覺得 我以後 不會讓我想要繼續走表演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要 記五步 我真的是 很容易忘記動作的人 然後 記動作很慢 記動作很痛苦 但是有些人就是 記動作很快 但我不是 我就是記了又忘記了又忘記了 我希望記很久 反覆記很多次 才記得得的那一種 我現在完全沒有找到一個記舞的方法 就是這種 肢體記動作 我不知道 我覺得記舞動作 跟走位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哦 容易忘記事情 但 還沒有到要吃銀杏的年紀 不然我一定會吃銀杏 增強我的記憶力 我手機在乘充 充電 啊 啊我就數學就放棄了 我數學打算全部是SE 對不起 英文的話我還可以看一下 國文的話我覺得 蠻有空間努力的 我想要讀古文30耶 大家有推薦的古文30嗎 古文30是什麼啊 古文30是什麼 我問這個問題不會很 很 笨 應該是說我要問是古文30的範圍在哪 或是古文30的內容主要是考什麼 這樣 對我要問是這個 我不是要問古文30是什麼 我問的是古文30的內容 跟範圍在哪 如果可能要問譽 請問一下 請教一下譽 就是古文30的範圍跟部分 對 我的數學真的不行耶 我數學的 我數學沒有高峰耶 我數學就是那麼爛耶 我數學沒有考及格過耶 你們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真的數學不行拜託 108課綱 不一定會有古文30吧 那不是要自己背的東西嗎 不用背耶 分科測驗 我現在就是 反正我現在數學寫B一定是錯 所以我不可能會寫B 我選C或D都比選B好 就是一個這麼沒自信的概念 所以說 好 還是因為我今天長得比較好看 所以你們看比較開心 狀態比較好 這樣 沒有不好看 今天特別好看 我來個快速唸版 第一名是零神推 第二名是玉 第三名是自偉哥 第四名是吉米粥 第五名是韋徽 第四名是FREE PLUS 第七名是逸辰 第八名是慕婷 第九名是博威 第十名是劍谷 恭喜前三名是零神推 玉跟自偉哥 恭喜恭喜 好啦 大家掰掰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去休息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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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